中国介入在高超音速风动领域的强大优势,在地面充分测试后,再用弹道导弹火箭发动机,将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射升空实际测试,成功率高,数据保留完整,而且花费也比美国要小得多。 美国战略之业网站报道中有这样的话,俄罗斯和美国也在开发类似技术,但是并没有中国进度如此之快。 在1990年代,美国提出要恢复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,在2011年对这一飞行器的测试取得了成功。 然而,由于美国防预算的缩减,让项目暂停。 在2014年,美军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测试却失败了。 与此同时,俄罗斯也在2013年恢复了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发,但是也由于资金问题一直难以获得近代。 相比较而言,中国雄厚的科研资金和强大的研发基础设施,让美国同行十分羡慕,甚至有点嫉妒。 官方的 michель尽数滑转。